明星用过的物品能卖多少钱 贝克汉姆访华时用过的物品卖了15.9万 蔡依林吃烧饼时掉在桌上的23粒芝麻卖了1万 更离谱的是费翔的一根胸毛竟然卖了15万 那么明星用她的最后一口气吹过的气球又值多少钱呢 今天是女孩小美的生日 她身患重病时日无多 大明星为了树立形象特地过来慰问 妈妈是她的头号粉丝 拿起相机就开始录像 大明星也不忘目的提醒妈妈 视频录好了就发给她 为了给小美整活 大明星拿起气球一个劲的死命吹 平时吹的牛皮都不知多少个 就一个气球居然还吹不动 眼见气球吹好 大明星却突然嗝屁了 真是整了手好活 众人不知如何是好 只好叫救护车 爸爸看向气球突然灵光一闪 觉得明星用过的物品能卖个好价钱 一旁保镖看着她也想到了一块 保镖率先开口 要求拿走气球 表示气球里面充满了大明星的气息 是知识产权 拿到气球后 保镖想着打劫 那只手滑 露了几口气出去 这也不知没了多少钱 爸爸心疼着钱 赶紧上前 要求帮忙打劫 随后将气球交给女助理 准备验证 气球能卖多少钱 贾斯汀比伯的刘海 卖了四万美金 猫王的头发 卖了十二万 麦克尔杰克逊的手套 卖了四十万 那大明星用最后一口气吹的气球 或许也能卖个好几万 为了讨论分赃计划 爸爸支开小美 女助理提议 最公平的就是 把钱分成三份 爸爸这一听可不乐意 这里有五个人 怎么说也得分五份 这样才叫公平 保镖不同意 让他再推一步 爸爸气头上来 站起身抢走气球 表示这是自己掏钱买的 怎么着都是属于自己的 保镖还是不同意 这气球皮是你的 但里面的气不是啊 你可别不讲武德呀 爸爸忍无可忍 拿起剪刀威胁两人 让他们看看 什么才叫做不讲武德 妈妈看不下去 叫停了他 让他冷静下来 把气球交给小美 接着再去讨论该怎么办 这是个人气鼎鼎的大明星 吹个气球 却把自己吹死了 他才来探望小美的路上 还在抱怨这种破事 就不该自己来做 这让保镖对他没有好感 只听见一声爆炸 两人赶忙出去查看 好在气球完好无损 他们才缓了口气 爸爸表示 应该保护好气球 他带着慈祥的微笑 想拿走小美手上气球 小美却死抓住气球不放 经过一番眼神搏斗 爸爸才抢过气球 他捧着气球上楼 保镖在身后护着 最后把气球放在床上 盖上被子 圣火这才成功传递 在等待救护车期间 女助理看着剩下的气球 突然想到妙计 要是把同颜色的气球 沾上大明星的DNA 再私下卖出去 那岂不是大壮无比 就在伪造气球时 大明星居然复活了 原来他还没断气 这可怎么办 保镖提出要赶在救护车来到前 进行补刀 不然活人的物品 卖出去可不值钱 计划得到同意后 保镖拿着枕头 进到房间 将大明星捂死了 女助理还不忘 让他给其余气球 沾上DNA伪造 这群人可真是各怀鬼胎 遗体被送上救护车后 众人兴奋的 准备迎接自己的报复 此时妈妈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小美怎么不见了 原来小美已经爬上了楼 把气球用氢气球绑住 最后当着众人放飞了气球 这一下可真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在足够的利益面前 总会有人暴露出贪婪的欲望 突破自己内心的底线 人间仇态 莫过如此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